司马懿因一条衬严毒杀此人,以为保住了江山,最后预言还是成真了。 古代历史里有很多预言,指点江山最后的归属,唐然后人附会的很多,有个衬严叫,待汉者当图高,意思是替代汉使的是在路中间很高大的人,汉武帝时就开始流行,天下一乱,就有野心家推言。 我就是应这衬严的人,东汉末年,自大狂元树同学自公路,以为对得上这个衬严,遂称帝,三下五除二被灭了。 到曹魏时,有人解释说,魏本义是高大,魏在汉才使应了这个衬严,所以曹西受汉献帝的善让称帝,是顺应贴命,看来算命先生的神算盘和铁嘴巴还多是为统治者服务的。 曹操一百五十五年到二百二十年三月十五日图一,趁年曹操趁了王在建安二十一年,当时的天下形势已经明朗化。 刘备,孙权歌剧一法,强大的曹操占据中原大地,三加一时谁也灭不了谁,汉是以名存实亡,曹魏带汉只是时间问题。 当曹操愁处满志继于神定时,司马懿以侧身曹是幕府近十年义。 司马懿的长相应是狼顾,曹操断定此人非人陈相,是指野心狼,一直要接班人曹皮提防司马懿,说,一定会妨碍到咱们老曹家的事业。 再加上曹操又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梦,三匹马在一个马槽里吃东西,所以曹操对司马懿盯的反应,司马懿韬光养晦,全心全意为曹魏服务,躲过了曹操的猜忌,取得了曹批的大信任。 曹操一死,他立马成为曹批的重要大臣,进入曹魏的领导班子。 魏文帝曹批187年冬到226年6月29日图经过几十年,曹批死了,曹批的儿子曹瑞也死了,司马懿还硬朗不得了,是曹魏举足轻重的重臣。 魏家平元年,老司马发动高频临政变,拿下了另一权臣曹爽,一举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。 他的两个雄才大略的儿子司马施,司马昭已经语意丰满,都有冲天的志向,三马从曹的梦境看来就要实现了。 那一段时间,坊间又有一个正式流言在空中飘荡,叫做《牛记马后》,源自一本教学师图的书,这个司马家的天下,最后,有个个姓牛的给告掉。 司马懿本来是天下猜疑心最重的人,这个预言搞得他寝食难安,他思来想去,目标锁定了一个人,后将军牛金。 牛金生租年不祥,出为曹仁不娶江途二,牛金这个人时间回到汉县帝建安十三年,曹操大军在赤壁之战中败下阵来,大部队退回到长江以北,长江南岸只有征南将军曹仁,驻守在南郡,东吴军在意气风发的诸鱼率领下前来进攻,作为曹仁手下的年轻将领,牛金同学登场。 曹仁要成东吴军,立脚未稳,给他来个下马威,命令牛金帅三百勇士主动出击,牛金等三百人冲上去与几千吴军对抗,看得出勇武非凡并极具愣头青的特质。 打了半天,被人多势众的吴军包围,曹仁亲率几十惊奇,冲进冲围,就出牛金,回头一看还有部分人马被围围出,又反杀回,再把这些人全救出来。 这一战成就的是曹仁的威名,后来有人说,曹大司马的勇气天下第一,张辽比起来也要退居第二,虽然马屁有点肉麻,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吗? 这一战中,牛金还有点出彩,不过整个三国时代英雄太多,牛金注定只是打降游的角色,没有多少存在感,小时候看连环化,牛金的记忆,只是使大夫,可以和东吴的丁凤之类的武将打上树河而已。 管路209年的256年,自宫明图后来牛金跟着司马义征战四方,骑山随司马对付诸葛亮,单独奉命打退属江马带,司马义平辽东,牛金是大将,老牛得以轻视上流铭,都是老马在前面引跑,这只老牛对老司马的尊重和爱戴,是平常人可以想象到的。 牛记马后这个传谣出现,司马义又找到曹卫的超级星象师管路算了一挂,管大师取指一算,也得各马后牛记的结果,阴沉老辣的司马义沉不住气了,派人把牛金叫来喝酒,牛金是笑声船师里的好汉,老上级请吃饭,乐颠颠地去了。 司马义造了各转湖里的机关酒具,一个湖嘴里倒出来的酒,老马喝的是好酒,老牛喝的是毒酒,就这样把老牛金要死了。 司马义179年到251年9月7日图三,是这个牛金司马家平属,代委,灭吾,三家规计,赫赫武功,子孙不争气,窝里斗,来个八王之乱,引得匈奴,鲜卑等胡人趁机而起,五胡乱华天下大乱,匈奴人流渊建立的前汉帝国, 打下尽首都洛阳,绝大多数司马家的王孙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,史称永家之辩。 司马义九个儿子,其中司马昼封郎雅王,孙子司马进席封王位,他的王妃姓夏侯,是曹魏大将夏侯元的重孙女,曹家夏侯家本来是一家人,天下都让司马家几枪了, 是不是又来点冥冥之中有天意,派个女子来报仇的故事情节,他替司马进生下个儿子,取名司马瑞, 据说这孩子实际上是夏侯妃和一个叫刘金的王府小吏风流的果实,就这样潜伏在司马家的队伍里了。 永家之辩后,当时的皇帝都被匈奴捉到北方去了,司马瑞时已是狼牙王,坐镇江东, 聪明能干,得到了王岛,王堆等能武的拥戴,并取得了江东氏族顾,陆等的信任,是进政权最稳定的一块根据地, 皇帝被匈奴人杀了后,众多大臣拥立司马瑞卫帝,这个就是晋元帝, 割据着江东对抗中原的忽人政权,史称东晋。 晋朝版图图这个牛计马后,就这样实现了,司马家鹦鹉又毒辣的开山鼻祖, 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,不是灭亡于北方雄徒大致的英雄石乐, 福建,王莽这些人受伤,而是莫名其妙,在送在一个桃色事件的小角色手里, 命运似乎和司马是开了个玩笑,断送你的江山的,是一只连姓鸣, 都讲不清的小的牛徒,呵呵。 后人也讨论,牛计马后这个晋史上的记载,当得了称吗? 晋史上有很多牛鬼蛇神的事,讲得活灵活现,成为后来人笑骂的大缺点, 连这种事也相信,太没当次了吧。 据说消息的源头是北方魏国的史书记载, 是为了给司马政权抹黑,采取的政治攻心手段, 可能更主要的是司马义、司马师、司马昭父子三人七人孤儿寡父, 抢了曹家的天下,手段血腥残酷,阴险龌龊,狠不得人心。 历史上的记载,也没有人去为他们洗白, 何况人心本有窥探隐私的略根性, 这样的故事吸引眼球吗? 就让牛计马后继续下去, 不管此牛金是不是比牛计。 历史唐官方团队作品, 文米76,参考文献, 中国同史禁书文自由历史唐团队创作,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规原作者所有。 好红龙作品, 网络和总裸